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217 然後你再約一約 約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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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到了來此期之後 是在有很多的抱歉 在那邊有約出山上做的 然後他的東西 就是 就是發掘了分子物理 什麼核酬物理 實性 等等這些都是原下的 那 當然在那個時代的物理 原下是 搓搓搓搗 跟那些都會有關係 那我就反對大 反對大根本就是怎麼樣 贊成他 根本就是 跟他怎麼樣 保持曖昧的關係 那麼海森堡呢 在這個 開始 走向這個 納根的道路的時候 他基本上必須有做這種的動作 但是呢 他其實 雖然他沒有明顯的反納色的形象 但是他很快就被 被 STARC STARC 的 盯上 我們稱呼他是 猶太物理學家 那 這個 在當時的話 我們之前講到 STARC 他們呢 就是 站在他們這一邊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實驗物理學家 就是 主要STARC 那個 那個 雷納的 那他們呢 特別是攻擊 愛因斯坎的這個 相對論 但是呢 這個 海森堡的這個 料子物理呢 也是被他們攻擊 那麼 海森堡跟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他 這些同行的 當然面對這種情況 他也很恐怖 因為 在當時 這些人就是 當時的政治的權責 所以在這個 那這個實在的時候 他感到反過 過得其實也是很辛苦 但是呢 海森堡一直沒有 一開始 那他也 一直就是 留在哪裏 甚至這樣 到後來 銀翼上他應該就負責 都負責 就去 那使得他的後來 會 關於他 後來的一生 關於這一些事情 就能吃他的一個物點 那他也嘗試去 喜歡那些物點 但是 呃 有很多的 問題 不過當然啊 有很多的 我們是很明確的知道 還是把關掉的關鍵 其實 並不愉快 所以 嚴重的一次事件 是在1937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打算 那時候呢 他嘗試了想要怎麼樣 他的老師退休了 阿龍 說我們要退休了 他嘗試要回去整個幕裡面 接他這個老師的位置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都發現說 這個 大陸的黨衛軍 就發動了一波的攻擊 在他們的機關號裡面 對他 不遺余力的攻擊 不遺余力的攻擊 那這個事情後來 這個其實真的很危險 因為在大陸的時代呢 就所謂SS 就開始太招了 全力不可一試 所以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那麼 最後是怎麼把 你跟 事實上上升職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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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那這個是調查他 調查他一整年了 最後才 喜初讓他所有的一些 對他的恐激 對他的恐激 那麼 所以他從來 從頭到尾都沒有 機會去繼承 就是豐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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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那人到後來的話 海參保 他曾經就是在戰爭初期的時候去當埋拜瓦波爾 那麼那一段的會面事實上就形成一個 後來就有人寫了一齣劇本這都不可能 那麼依照波爾的回憶的時候 他認為是海森保釋在跟他炫耀說 他們已經快要多做原始武器 那麼波爾 認為說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情緒 所以後來波爾逃離開當埋 然後到了一五 那到了美股事實上大概就是 等於是 希望美股能夠趕快做出原始武器 那麼海森保釋的回憶完全不是這樣子啦 海森保釋的回憶是說他在波爾暗示 雖然他們德國有能力可以做原始戰 但是他們不想做 他不會啦 他不會去做 希望波爾能夠勸王軍不要怎麼做 那這個事情當然兩句說辭都不起來 那麼事實上 這就變成是一個羅生門 所謂顯得的一個距離 那麼這個 其實是超過很多的 有很多的證據顯示 其實 到底誰才是對得很難下決 但是 如果不太可能是如海森保所言 而是 他們雖然已經可以幫他們一直幹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一個很關鍵的青森的話 海森保的青森是錯誤的 所以他們依照他們的青森他們需要6、2、3、5在起工 幾噸才能開始做原始戰 同樣的在當時在英國 兩個流亡的這個物理學家 那麼算出來只要幾公斤就可以 那麼他們其實都算錯了 但是海森保算錯是 他不以為需要 很多的肉肉餐 那麼大自然的肉是肉肉餐法 所以他需要 花很多的工夫去製造 而且要製造出幾噸 那麼萌具那邊是太多樂觀 事實上 政權的答案是他們兩個答案中間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 可能萌具花展是一個人的 那麼海森保是不故意算錯的嗎 他事後 有點累 有點在 他也是在 意有所指 他是在意思 但是這個一般大家不太認識 那這個事情事實上的話 甚至有很多人寫很多的書 這個 當然 當事人才心知度 你到底他自己沒有說嗎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不談原始戰 我們來談 海森保的 這一輩子 就我個人來看的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 發展復舉這個例子 那這個呢 他自己稱呼叫做 Applefony Applefony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基督教的名詞 就是看到了神的意思 那這個其實當然你會覺得很誇張 但是這裡可以想像出這個經驗對他的重量 好 好 其他 那麼在1922的時候我們之前講過嘛 在1924年的時候 他已經花了9025之力 可以說古典力學 好 適合去推倒這個 disposition relation 最後用的這個 contination World contination condition 然後再加上什麼 對移原理 好 那就寫下來 事實上是正確的公司 但是呢 在這個選項2公司的過程之中呢 Clamas一直認為這個BKS理論 是他的一個follow的guide line 所以當1922我們之前講過 1924年底的時候 1925年4月的時候 BKS Theory是證明是錯誤的 你去理論他們反射的時候 反射電子的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呢 當時Clamas整個人是怎麼 心裡頭崩潰掉 但是呢 在同時呢 凱山寶是Clamas最後的話 在考慮這個Persionation的時候 凱山寶也有參與 所以他不是指標的 所以他也熟知了這些的 怎麼去運動這個對應的力量 所以他當時他就想要繼續玩 好 那麼 所以呢 他當時就跟他就 他留在 他本來在就把他跟Clamas合作 所以到1925年大概是5月的時候 6月的時候 5月的時候 那他 就離開了 他就回去隔離不對 那他那個時候他就 他就想要了 說怎麼樣 發展出可以去計算 光復線強度的這個 這個 的一套 那希望能夠用他 推倒這個波彩線下 然後來研究這些 呃 這個 光復線上 新園圖光復線上的這個 每個光復線的強度 那我們知道這個 我跟你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就是在1925年的5月 可是到了6月7號的時候 這就是很重要的 他因為 花粉熱很厲害 你知道 我的話 出很多 我在美國出過 在德國出過都會 花粉熱 幾乎沒有辦法動作 但是在台灣都不會 台灣的素太長 那因為他受到花了 就已經做了 他受不了 就是他就 跑到了北海 一個小島 Helen Helen 沟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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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那邊的時候呢 那是一個鄉鄉的地方 所以他 他就繼續在那邊工作 繼續在那邊工作 那在這個地方呢 怎麼樣 他終於突破 到什麼 達到什麼 達到什麼 量子力圈 這個 最重要的 那就是他自己的 指數 他說那個時候是大概 晚上三點時候 他做了 他 他最後的結果呢 出來 他算出來 他自己瘦到沒有 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他是怎麼樣 整個 戰役 那麼 是非常的興奮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順不著 所以就離開房子 他就離開他的這個小屋 然後呢 就去這個 海邊 石頭上 怎麼樣 看這個 好 那麼在6月 今生6月7號 這個是6月7號 6月9號的時候呢 海森堡就是怎麼樣 啊 回去了哥林根 那麼他就把他的結果呢 送一份 給這個巴黎 他的 算是學長健康 那麼 但是他跟他講說 說這個其實還怎麼樣 那 就是 所以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他捨棄了什麼 軌道的概念 那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你捨棄軌道的概念 你捨棄的古典物體裡面 最珍貴的一個事情 就是怎麼樣 所有的 物理都是從運動學開始 運動學是從什麼開始 因為你捨棄軌道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時間對應到一個位置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情 每一個時間對應到一個位置 所以這就是形成的輪胎 對不對 每一個時間對應到一個位置 對應到一個位置 對應到一個位置 對應一個數字 這個東西是被怎麼樣 完全把這個概念成績掉 那我在7月25號的時候呢 他就送去 然後把他這個結果寫成 弄的 送去一個這個 tice shift for city 這個雜誌現在已經跟其他的 其他的雜誌合併 所以就變成 European Journal of C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ities 所以當時 這個就是review嘛 是 美國的 physics news 是什麼人在哪 這是當時非常重要的情刊 這麼同時 他也呢 送了另外一位 copy 給他的老闆 Max Paul 那他呢 也是就自己講 他說 He has written a crazy paper He doesn't dare to send it to us He doesn't dare to send it to us He doesn't dare to send it to us 他就請波恩 能夠評論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他還沒有送入門之前 他就請 他就把這個東西 送你們給波恩 因為他怕怎麼樣 這個要怕 total is 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知道波恩 是 一眼就看出這個重要性 所以呢 當然這個 路門就送出去 所以這間路門 7月25號的時候 送出去 這就是 最 這樣子 可能是做量子力學 第一個版本的量子力學 就是徒正力學 一個開關 一個開關 好 那 海森堡的crazy idea是什麼 那這是最重要的 中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張total明明是一個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好 但是這邊的話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它 跟之前安斯坦做的事情 做一個比例 其實這樣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布里桑的大破大力 大破大力 就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變化 那中壇不會是基礎型 基礎型的東西 事實上當然是重要 但是不會是一點革命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定是怎麼樣 有所破有所力 那麼在安斯坦呢 說他破什麼 他破的就是以太這個概念 那麼他力的是什麼 他就建立起什麼 建立起協愛祥德對不對 但是呢 他之前用的東西呢 事實上 你可以發現 在安斯坦推倒協愛祥德那個時候 他所遵循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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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特斯威爾方程師 而且他知道怎麼樣 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羅倫茲變換下來的話 馬特斯威爾方程師是不會變的 馬特斯威爾方程師本身是不會變的 那當然重點就是 羅倫茲變換在當時的人來講 是沒有辦法理解 就沒有辦法把它當作是真實的一個 故意的變化 因為時間 會隨著空間的改變而不一樣 在做中標變換的時候 時間會隨著空間的改變 那這個是以前的人沒有辦法思考 因為時間 是一個在當時的任務 就是一個很本質性的一個變數 他應該是每個 在每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 那麼 但是呢 艾斯坦為什麼會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就是他破了 他廢棄了體態的概念之後 他回頭從天氣思考 什麼叫做同時 那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第二場就講過 好 那 所以他呢 一個關鍵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我們只討論物理上 你還得到的東西 我們只討論物理上 你還得到的東西 所以他的結果 他就得到其他一條路 對不對 好 那麼其實呢 某種程度上來講 海生寶在這邊所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但是比艾斯坦德更難想像 因為他所破的東西 比艾斯坦德更難想像 因為他所破的東西 比艾斯坦德更難想像 還要更根深低伏在人心 所以他所遵循的那個數學的東西 的公式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最重要的任何 破的條件 艾斯坦德國王的條件 也就是說 一路拿到十一萬的黑群群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他從頭到頭都沒有放棄的 那當然 他也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有一個關鍵的 Klanos還是什麼 那種關鍵 整個公式其實這樣 還是可以用 但他廢棄的是什麼 他廢棄掉什麼 把什麼關鍵廢棄掉 把軌道這個關鍵廢棄掉 那軌道這個嗎 那你要發現 當你廢棄掉這些一個概念之後 你要重新再去解釋以前的一些概念 在艾斯坦的狀況的時候 當你廢棄掉禮開的時候 你必須要重新去解釋 什麼叫做同時 然後你用彎色的角度去思考 什麼是同時的 你邏輯上你會得到一個 一個結論 那就是想要講這個問題 對不對 答案在這邊還是導的 他必須重新去詮釋的概念就更困難 因為他要重新詮釋的概念就更基本 什麼概念 position position 你怎麼重新概念position 那我們後面會提到 但是這只是很像道理 但是呢 這一樣他跟艾斯坦做的事情很類似的是 他只談論可以揚測到的東西 所以你在原子光谷裡面 你並沒有辦法揚測到電子真實的東西 你所看到的是什麼 你所看到的就是光谷線 還有頻率還有強度 環度這就是你可以考慮的東西 OK 所以呢 他的結果就得到什麼 quantum of change quantum of change 那事實上你看到quantum of change 一樣可以得到climbus 還是什麼的expulsion 所以這是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巧合的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這兩個革命 看起來是有痘症 可以化成這樣一個 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偶 這是任何革命的一個程式 科學革命的程式 科學革命的話是 整個人類知識 整個架構的outside down 所以你一定是把以前很重要的東西怎麼樣 把它廢棄掉 但是一旦你廢棄掉 以前很重要 其中的以前 你用的很重要的概念的時候 很多東西你要重新去顯示它 所以這就是困難之處 那我來看 萊森寶怎麼開始 那其實一開始 很簡單啊 我們知道 一開始在波爾的這個理論裡面 所有的都是 一開始都把它看作是周期運動 對不對 那有周期運動 你再把它分成是Action angle value 然後你在轉達Lation condition 放在什麼 Action上面 但是呢 在Action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覆利到 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 對應原理常常用的 覆利業展開 對不對 然後覆利業展開 那我們來講 覆利業展開的特性是什麼 你可以發現說 一個任意周期的運動 它一定可以覆利業展開成 你可以看得到下面那樣 對不對 但是覆利業展開的話 我們也知道說 它是什麼樣 再來一次Potential Iωt 然後再下來 下一次Potential Iωt 3ωt 4ωt 一次於mωt 對不對 這是覆利業的變化 覆利業的變化 那麼 所以你在發現說 這樣子去變換的時候呢 當你 需要用到 位置乘上位置的時候 那你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就會得到旁邊那種關係事嘛 你這個view呢 頻率呢 它可以寫的是怎麼樣 mu 把它寫的是 m的函數 跟lava的函數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有兩個x 乘在一起的時候 你乘起來 你把這些 potential 直接加起來就ok了 對不對 那是ok的 因為mu m alpha的話 alpha成了 一個基本的頻率mu嘛 所以mu的m alpha 是加上 mu的m beta 這只要簡單 alpha它給大家選擇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問題嘛 那為什麼你要去考慮到 把位置相成 很簡單 因為我們之前知道 你在算displacement 裡面選的時候 你用到一個什麼東西 你發現你用到的是 x-dot的square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在計算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利用到位置的平方 位置的平方 位置的平方 那你把樹葉展開來 位置的平方的話 你一定要對應到的 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你頻率要 你是相成嘛 那如果它是一個 一般的樹相成的話 當然你是potential 那你根本是potential 上面的時間就會相加 對不對 那這沒有任何問題啊 對不對 沒有任何問題 好 所以 你可以在補典的問題裡面 這個是一個 非常自然的事情 對不對 你用一個基本頻率以後 所有可能的頻率 就是這個基本頻率的什麼樣 整數倍 對不對 那整數倍的基本頻率 加上另外一個整數倍的基本頻率 還是一個整數倍的基本頻率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沒有問題啊 那你可以一開始 一開始 你可以發現 todential focus 在這個周期運動上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你現在想想看 二人量子理論的時候 你不斷的一直 重複出現的一個公司 是什麼公司 你發現你的這個頻率 一定是什麼 兩個能接相減出遠距 對不對 對吧 你所出現的頻率 有點都是這個樣子 你在光谷線只有真的頻率會出現嗎 對吧 我們是看到光谷線 開始在能接 然後從能接 我們才會想到說 有所謂穩定的頻率 那現在我 我不要去思考什麼頻率 我現在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現在如果造成 助力鏈 在展開 都顯得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會有問題啊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頻率加頻率 你相成的時候 你還是要 你相成起來 你還是 你這個頻率要 是可以允許的值嗎 因為你所有的頻率 都一定要寫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人說 為什麼 我實驗知道的 實驗知道的 所以要當然說呢 所以如果你要 兩個頻率加起來 第三個還能滿足這個條件的時候 你不能亂加啊 你只能是這種形狀這樣加 你就說這邊一樣跟這邊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邊帶回去 那當然 1N減掉1N-α 做一件事情 加上1的N-α 減掉1的N-α 減掉Venta 做一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加了 那這樣子寫出來的話 新的這個頻率 才能滿足這個條件 你就是說 我現在要把AX 共進格 物理頁展開 可是我展出來 每一個頻率 都要滿足這個條件 那我要怎麼寫 不知道怎麼寫 OK 這聽起來有技術化嘛 對不對 這就是 這是一種新的做物理了嗎 我順利考我的遊戲規則 我還是看到他怎麼寫出這 你不知道這個遊戲怎麼 你不知道這個game 你只知道這個規則 你要從這個規則長回去 很奇怪吧 很奇怪吧 因為在實驗上 你只會看到這種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來 你就會發現說 你這個頻率不能亂行 對不對 你這個頻率是怎麼樣 要N-A 你就兩個index 好 那兩個index的話 你前面的係數 也有兩個index 把握起來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來啊 你如果把這個 看作是一個數的時候 然後這當然就是一個數字吧 你x乘上x 你就會發現 你會跑出一大堆 那個頻率是不滿足這個條件的 對不對 是定了嗎 換句話說 你等於x再乘上下一個x的時候 你要確保 你這邊頻率會乘上 這個係數 這個東西要乘上 下一個要乘上 這個東西 一定要乘上這個東西 因為這樣頻率加起來 才會是一個可以允許的頻率 好吧 整個Isenbaum 最 fundamental的一個index 正是這樣子 聽起來 數學上就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但是在不理上 你其實不知道他在幹嘛 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說 OK 我把一個東西寫了 我把我最基本模型 為你 剪成一個副業展開 我知道我在計算過程裡面 我需要用到x平方 所以x平方 一定要也是一個 不要去翻的模型 那既然這個系統裡面 每次出現的頻率 都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現在就要找到一個方法 讓我x平方 找到了他們一種乘法 讓他們乘起來 就滿足了 所以你馬上就發揮到說 這不能亂乘 對不對 你不能亂乘 你這個乘法是有規則的 因為這個規則 這個就告訴你 你的規則在這裡 好 這個就是 整個矩陣力學 最重要的就是 就這樣子 就這樣做一件 OK 這其實說實在話 但是這家做書法 會覺得好好簡單 事實上這個 是一個很生 背後是一個 它代表的是一種 新的型態在處理物理問題 就是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你來看 這不像你在處理物理裡面 你知道的 才會在看 你只是 堅持一些 從實驗上知道的規則 你常常去找到 你先知道規則 才會去找 這個遊戲到底在完成 好 這我有一次經驗 我有一次在 我開始看了 人家打Smooc Smooc Smooc是有規則 那你一開始 看那個電視的時候 那邊又會不知道 Smooc的規則 所以你就必須去看 他在玩 在玩的過程裡面 慢慢找到規則 你會慢慢找到規則 封的聲音 就是像是怎樣 物理根本就是一個game 你知道大自然 在那邊玩game 你知道他的規則 但你不知道他到底是 他這個 他這個規則是怎麼 怎麼出來 所以你必須慢慢去找 對不對 好 接下來的事情其實就很簡單 你看看 你就記得 頻率 一定要滿足 跟很條件的話 那麼在規則的時候呢 兩個 x 乘起來 還不太簡單啊 我這個 乘起來就這兩個東西 隨便兩個東西 才跟他乘起來 對不對 好 那麼 乘起來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顯得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這個 五點來講 對不對 問題是出在 那你量子要乘起來的時候 好 你要確定你每次乘起來 最後還是要找這個形狀 為什麼 因為你的頻率 子餘群是這種形狀 那 所以你要怎樣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告訴你 在乘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對應到的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下一下 你要不要它是可以寫的 是這樣子的 β到的可以從 0 1 2 3 4 然後就是上去 對不對 你要能夠寫出來 是長這樣子的 你一定要乘上一個 那表示說 你這邊的 配從一定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對應到的 所以你注意到說 這裡有兩個index 所以注意到說 所以注意到說 附列的話 這邊只有一個index 對不對 那把0 1 2 3 4 對不對 這邊有兩個index 對不對 這邊有兩個index 在你知道說 當你要乘一個 量的時候 這兩個index 沒有力量 否則這個條件就沒有辦法乘 對不對 對不對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邊去檢查 對不對 對吧 那邊去檢查 那邊去檢查 這個樣子 好 所以你又發現 你找到一個集中規則在這邊 了 這些副利頁的係數 就必須要叫你相乘 可是你現在又玩過程就好 如果x 只是一個單純的實數的話 你找不到這種計算規則 這種計算規則 這種計算規則根本不合法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幾件命 這種計算規則根本不存在啊 可是 x怎麼可能不是一個數呢 不是一個 我們從事的那個數字呢 最明顯的就是 你如果這邊是x乘y 跟y乘乘的x 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可能把這個發現出來 我們知道數字 1乘2跟2乘1是一樣的 對不對 前一陣子不是小圓 那邊乘法 2乘3跟3乘2 2乘3-3乘2 2乘3-3乘2被老師打叉 對不對 我們就看到這種 霍霍的老師 原來是在教 黑膠和黑膠帶水 對啊 A乘1跟B乘2 V有時候一定要一樣的 但是A跟B 如果是你熟識的數 自然數 時數 對不對 那當然是要怎麼樣 我們就在畫的計算規則 但是現在你發現說 咦 不行 好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這個x是什麼 我猜是你熟識的那個數 OK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例子 那時候它計算規則是什麼 OK 好 那這當然那樣的努力表 如果你仔細想一想 這是一種新的 這是一種新的 看待 試圖去解決的 說這是一種新的 一種 甚至不能講 不只是物理學而已 這是一種對大自然新的一種思維 跟同流一路以來 前進流一路以來 前進流一路以來 你跟同樣子 你從規則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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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大自然是這麼完全的game 你順著這個規則 你要知道說 到底下一張法要什麼 OK 好 所以呢 一旦你理解到這個計算規則之後 接下來一步的話 所以基本上跟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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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OT平方 好 這個就是H 那我現在要把它量子化的話 我就會得到什麼樣的條件 好 XDOT XDOT下去就會怎麼樣 蛤 頻率就會出現了 對不對 好 這邊真的沒有H 這邊是N M XDOT XDOT 一個DOT 對不對 XDOT的平方 這個東西是不是 那麼 那麼 這是 從譜點 這就是變成是 事實上 你可以發現錯 那就變成這樣 這是從譜點出發 這是譜點的 然後你用插分 然後把插分怎麼樣 來 來 寫成字 OK 好 好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新的 contentation contentation 那當然了 你這樣 你這樣 紮欄在家裡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他就告訴你這些係數 係數跟你的頻率 交錯起來 最後你慢慢這樣 這個錄比較不平 好 好 好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篇 取正力學的論文 他的可能 所以其實當第一篇寫出來的時候 他並沒有去解清了整個問題 他是解幾個簡單的問題 比如說 然後 像這個 好 就是一個 不是剪血陣子的一個陣子 你知道嗎 但是你用這個非剪血的部分 是可以為了 再下去算 然後他去算一個 俄文的這個 然後他用這個 然後他用這個 他用這個 他用那個 contentation condition 帶進去裡面 那他得到的結果 那為什麼他很新的 因為他知道這些結果是怎麼樣 之前 你用Somofill model裡面 類似Somofill model裡面 得到什麼樣子 也就是 就主要他們當時主要要算的就是 算什麼 Energy 也就是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 contentation 放進去的時候 你自然會不會 好 那麼 所以這個是 他在第一天論文的時候 他做了這件事 就做這些 當然其實我應該 秀珠中整個完整的做 我們一開始 當然 也許下一盤的時候 我會不會做 這會 感覺更刺激一點 那 可是說實在的話 那 這個東西如果拿給你 拿給你 看的話 怎麼知道 這他要幹什麼 他瘋了 所以你不能怪說 還正保存在 他並不謙虛 還正保存在 這個事情 這其實很可憐 如果這樣 這算是真的 這算是太可憐 這算是太可憐 我沒有說 這算是太可憐 我沒有說 這算是太可憐 只要是 這算是太可憐 那算是 這算是太可憐 剛才就提到我們之前也提到 波恩是在那個時代來講 數學程度是可知數一數二 那麼所以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麼 那是註證 當然我們一直都很懷疑說 海生堡當時他號稱說他當時沒有寫過註證 一直都很懷疑 那當然我們不懷疑的是波恩一看就知道這是註證 所以波恩很快就了解到說 關鍵就在於 把力學裡面的基礎的量寫成註證的形式 那麼我們知道力學基礎的量是什麼 P跟2 對不對 你寫著力學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這樣看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呢 我們馬上就可以發現說 欸 你這個要 z z就點是這樣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發現呢 啊 要原先的一樣啊 這個這一套做法 從 出發 然後呢 他變成是這樣子 那麼 這個步驟當然 我會轉變成是插熱 我會轉變成是插熱之後呢 你就發現到說 這裡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樣寫是有哪個問題 應該是寫的是 如果這邊是 n到n的話 那這邊是 n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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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一個應該寫的是 Q寫的是 n加 n加 好 所以 你就會發現說他可以怎麼樣 把他改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hout 這個從 負無窮到正無窮 它都是整數的 這邊都是整數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把它寫入 成矩陣的形式嘛 所以P 寫成是一個矩陣 Q寫成是一個矩陣 之後 那這個就是矩陣的什麼 兩個矩陣相乘啊 所以這邊是PQ 這邊是QP嘛 就PQ-QP 這個的前真是什麼 就是波偶的矩陣 Tendition 所以 那你今天就了解到說 其實 從 從某種角度來看 矩陣力學就是從波偶模型怎麼樣 很自然怎麼樣 長出來的東西 波偶模型基本上沒有解釋的事情 他們也沒有解釋啊 你說這個東西是怎麼跑出來 你如果學量子力學人你就知道 你問這個問題是 有兩個問題 因為這可能是什麼 所有量子力學人公設 從這邊出發 從這邊出發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但是 我們知道如果從這邊出發 你可以得到所有 所有的結果 而這些結果都跟大臣 這等於是 新的力學的基礎 取代了某種三大力學的地位 對不對 所以還記不記得 波恩 在他墓碑裡面科的什麼東西 就是科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忘記 這樣子力學基礎是什麼 就是 那當然 有一個問題 我這樣都是學 波動力學 波動力學沒有這個啊 波動力學沒有這個 但是實在 就是用這個 你有沒有問一個 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在空間裡面 做一個負力業變換 會變換到 momentum space 那momentum space在哪裡 不會 I never saw it 那我從來沒看過 I never see 為什麼 momentum 負力業傳承過過去為什麼 是coordinate space coordinate space 就是 負力業傳承過過去 是 momentum space 理由在哪裡 事實上任何兩個 兩個變數如果他可以寫出在 comentum space 這個叫comentum space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可以再跟他做變數 然後你復業變換過去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 叫共惡 所以這是一個共惡 好 那很明顯的 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用的是一回的 簡單的自由 自由的物體 這個還滿重點 你不能幫他這個東西 你把它帶進哪 那你會怎麼樣 你就會找到 Heiserberg 在 Ping Hand rule的時候 找到的 所以其實 Heiserberg已經寫下來了 這個款台的一些condition 但是他並沒有寫下 PQ 等下Q 那當然寫到PQ 等下Q E跟Heiserberg 寫下來這個東西 E已經不一樣 Heiserberg寫下這個是一個 special case 好 這只有在意為 自由物體的時候 P才會等於Q Ping Hand rule 你如果在電子上的話是不是 會改變 但是呢 博爾在這邊他們做的是告訴你說 OK 現在我們知道 真正的力學 量子的系統 力學是這樣寫的 所有的這個P跟Q都寫的是 矩陣 然後 這個P跟Q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QP-Q PQ-QP 必須是一個長 維持是一個長數 所以Q會隨著的時間變 P會隨著的時間變 但是PQ-QP要一直維持這個東西 OK 就這樣 那麼 不一樣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這是波恩跟 Jordan的工作 波恩跟Jordan 波恩 那波恩當然也只聽過 知道你聽過介紹 Jordan我相信幾乎沒有聽過 有聽過Jordan的聽過 不是Michael Jordan 那他呢 有很多原因讓他不出名 那麼 他其實是 比海森寶還要在年輕 1902年 所以當時也 1902年 他才23歲 跟你差不多 年輕 咦 你不算大一點而已嗎 我算是年輕 好 那他呢 啊 是當時是 等於是波恩的新的組織 那 他在量子低學校時常論 都有很多同學 我在第5章的時候 還會提到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他的名稱 一直都沒有打響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參加納粹 但是他不喜歡 他雖然參加納粹 但是他納粹不喜歡他 那這個指的 學大部的理論物理學家 都對納粹更難講 這指的他怎麼樣 相當的很少 還有一些各種聯誼書就是 他並不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差勁的聯講者 那你知道你如果是一個 很差勁的聯講者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成功的把你的 概念怎麼樣 傳達給別人 平常的時候還要 但是如果你是在組織一個 像1925年 這麼一個興奮的年代的時候 你如果口才不好 他是一個指定商 那麼在戰爭的時候呢 他其實還是很熱心的 在納粹黨裡面做事情 但是呢 沒有人理答 因為納粹黨根本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所做的這些東西 對不合納粹人的口味 然後他這個物理學家都是 他們喜歡用的這個斯大可 還沒 沒啦 那麼而且呢 因為他長期以來 過去他都是跟一些 跟誰一起問的 都是跟一些 Pora 波恩 保利 然後他做的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這些 融財物 這當時相當就跟那個量子力學 都被打入所有的融財物 所以 所以呢 死了他在單身裡面 沒有收到 他也沒有收到中間 這當然是一個 很很會好笑的事情 好 那麼 所以呢 在後來的1925年的冬天的時候 其實有 一開始自己還是把一個人起來 好後來波恩跟Joan的選擇 聽完 那麼到了1925的 東天 事實上沒有幾個月 對不對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會出現 Drian Man Out Drian 是 Street Man Arbeit 就是工作 Street Man Word 那哪三個人 那就是這三個人 好 好 然後就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 可以說那邊文章就是 取分力學的技術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 這個就是量子力學正式出現 非常完整 出現 好 那麼 不給時間到 我現在也分出去 那邊不能點到0了 等一下吧 最後進來 Word呢 事實上呢 那 那 就是把之前的東西整理以後 他們正式就開始做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 搞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Ingromoment Ingromoment 但是你從這個Ingromoment 之後你事實上會看到很多重要的東西 譬如說 你就可以發現到Ingromoment 你在之前算的那個 Land effect 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到說 他就印到 譬如說我的Ingromoment 應該是 J平方 可是你在實際上 實驗的公司出來 是J層上 J加1 事實上你用這個公司 你就會得到這個錢 那麼 Ingromoment Square 本真詞是多少 J層上 J加1 不是 J平方 那這個當然是一班 那主題學的課程 那他們在文章基本上可以涵蓋 至少一個學節 那主題學的課程 那 事實上呢更重要的是 這個文章 還有一個部分 大概一班來講 沒有那麼注意到 就是事實上他們可能是 場論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開關 因為在實際論文裡面呢 他們已經解決了 所謂 艾斯坦的 這個Square-H0-H0 那這個是Jordan的貢獻 那這種我們在第五章的時候會很大 所以在1928年的時候 埃恩斯坦就提醒了他們這三個人 海森法 波恩跟Jordan 在德洛比爾提醒他們 那當然我們後來是到1931年的時候 海森法得獎了 1954年以後 過了20幾年以後 波恩得獎 那Jordan從來沒有得獎 你看他在1928年的時候 埃恩斯坦就提醒他們 好 那個 這是矩正律鞋 可是呢 這個矩正律鞋可以看得出來 它完全是怎麼樣 就是波爾 索莫比爾這個Model 的一個延伸 精神上是它的一個延伸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其實在當時來講 除非你是出生在這些地方的人 出現在這些門派 否則你其實一看根本看不懂他們不在看 你只知道說他們是不得到一些很nice的機會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不在看 像Campbell 那個 設想那個兩個120度 軌道那個Campbell 他當時就趕 他還說 所有那三個地方有可能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時候就插出一個前鞋鏡出來啦 那這個是歷史上非常 非常罕見的 那麼 這個年輕的有科學家都叫迪拉克 但是你們聽過迪拉克啦 不知道 沒有聽過迪拉克的請說 大家都沒人說 大家都聽過 奇怪啊 在南韓教室這幾個 我發現說 在南韓教室教到大家會有反應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大家習慣上課是不是好像 我們是不是上課是老師的事情 好吧 當然啦 老師不拿著請 對不對 我們拿著錢 好 那是跟各位同學點乾關都沒有 好吧 欸對不對 那麼 迪拉克呢 啊 是一個 在Campbell 當時他是連 研究他只是個博士山 那麼他很快的 他不知道那個 很難得喔 他有德國的Junard對不對 那個Junard那些 不理其他都是德文嗎 他很快就瞭解到那件事情 他很難得 他很難得說 其實 矩陣力學並不是那麼唯一 其實他們跟古典力學 就只是 差一限資格而已 因為在古典力學裡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選過 你可以定義一個東西叫做 補充花 有沒有 什麼定義 選過選過 你如果沒有人的話 第八章 裡面的行李就有補充花 他的定義完全不一樣喔 你看 兩個物理量 你可以說他補充花 因為這 在力學裡面 所有的物理量不是Q 都一定就是PQ的還是 動量跟 我們的來Q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對他們對P做微分 對Q做微分 那你會發現 FG呢 對G對P做微分 F對Q做微分 我們減掉 FG到過了 那這個東西做到補充花 OK 那個補充花 很明顯的 你把P跟Q放進去的時候 會得到多少 E嘛 照定義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就把它按照收錄 其實補充花 FW 跟 Commutator Ulation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因為這根本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他的預算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乘上 除了乘上一個IHR 但他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普通 FW這個是對PQ做微分 F 還有他的這個 Grammatic的 Giama學的意義 你會有學過不典力學 你會有學過不典力學 你就不會知道 會很重要 重點是 雖然 這邊 是兩個矩陣相 兩個矩陣交換相減的結果 這邊 完全不一樣 他是對PQ為分的 然後再相反 相減的結果 但是在代數上 他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有都會用IHR 那當然 Talachicory 當然沒有IHR 那所以他基本上很快 他可以把以前的很多的 韓尼通力量 用普通貨物寫出來 韓尼通力量 跟你的東西怎麼樣搬過去 我們知道 如果是普通貨物的話 任何一個物理量 對時間的什麼 對時間的微分 等於是這個物理量 跟韓尼通力量的普通貨物 這裡沒搬 是不是很容易 因為你知道韓尼通力量 怎麼樣 對Q微分是等於Kidot 對Q動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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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你用這個關鍵 把換成是矩正的話 就是說 我韓尼通力的是 P跟Q的函數 我把它寫著矩正 因為P跟Q做是矩正 所以 比如說解鞋正 P平方主要二位 假設二分之一 我會改平方X平方 所以我把P寫著矩正 X寫著矩正 P平方也是一個矩正 X平方也是一個矩正 Hymettonian 就是一個矩正 所以P對時間的變化 就是怎麼樣 P跟這個 Hymettonian 這兩個矩正怎麼樣 P H寫著XD 你會得到P 所以基本上 你找到所有的東西 你知道他寫著Hymettonian 給我Initial Pondition 你現在Initial Pondition 是一個矩正 You get x 當然在這個計算過程 你要維持 你要用這個 你要用這個小解釋 那麼 所以很快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馬上就連接到 安斯坦波爾 Relation 對不對 你用這邊嘛 你把它看X的話 X乘在X跟X的矩正 解釋X跟X的矩正 X跟X矩正相乘 就會等於是這個樣子 X的矩正 X的矩正 X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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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一個 你把它採開來的話 是不是把P P 乘下 I μ 對不對 所以Ii兩個就變成 Hμ 所以馬上就得到這樣 一個關係 那 換句話說 你如果 能夠把 你要求能接球 是不是要求 喊名通點 I can stay OK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在有Constrate的狀況下 就是喊 Bitonean I can stay OK 你學過舉證 你知道怎麼說 說I can stay 對不對 不是什麼 它很快的 你用這個方法 你很快就會傳出什麼 你可以像 就像那個什麼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可以算了 解解針子 對不對 好 但是 姐姐這陣子在這邊就看起來很自然 可是你接下來就挑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護理問題 一個護理問題 親原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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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理說 你說 動得很簡單 拚鼻毛出來的話 好 可是接下來 你如果要硬做的話 為什麼 庫倫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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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insider 他在1926年的時候有什麼樣子 他就投稿 但這個其實沒有你想像那麼簡單 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真的用硬做的話 你不知道 他其實是用到一個手痕量 叫拉伯拉斯 Rock Less Letter 他用了出這一個手痕量 那是手痕量很極的 所以我在反平方力的時候他才會有 然後用這個手痕量去找新的匡分 number 然後你會發現這問題很怪不得起 你會找到一個SU Close-SU 這個 SIMO選出來 這其實是還要趕在一起 但如果你知道純粹率學的基本原理來講 就是一旦你知道這個 其實後面的事情就是你本身的時間 那不只是這樣 不然他們也知道電池廠二次廠跟原子的交互作用 很簡單 你知道還沒空間寫得出來 你知道還沒空間 你知道電池廠怎麼跟物體的這個還沒空間嗎 很簡單 你電池廠跟物體的還沒空間 就是把P換成P解掉這個東西而已 當然 A就看你產生你的電池還不遲漲 遲漲的 就沒把他解出來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事情的進展都非常迅速 你一旦到達那個關鍵之後 那你再實際想一想看 為什麼叫做量子地球 你為什麼要選Each 你為什麼要選海明通列子 你為什麼要選LG 你為什麼以前就流出力學好好的 為什麼我到大學這邊 我不要 要受到這兩個人的糟糕 那很簡單 你如果 你如果只停留在流出力學的地步 你永遠學不會量子地球 那是什麼東西 你必須要 尤其是海明通列 我可以解釋 事實上 是最容易去 入手到這個 量子地球 那麼 所以這個 力學它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力學 它的基本的一個 一個架構在 你用這個力學 三大元米出來 那你哈密托尼爾 你就是把你的哈密托尼寫出來 然後哈密托尼爾寫出來 基本上你可以說 all kinds of problems just change your 哈密托尼爾 或者說 換點哈密托尼爾 如果在這邊 你知道的最基本的東西 Q P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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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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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你都可以去求這些系統是什麼 愛根 這哈密通編的愛根節 哈密通編的愛根節對應到是什麼 Stationary節 你就是在握語論裡面很穩定軌道 可是你會知道在這裡面 你有沒有軌道 沒有軌道 你不斷連 但A所被寫的軌正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你在哪裡 那A所被寫的軌正的時候 有什麼意思 所以事實上這是進入到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就是你不能怪說在當時的剛開始 寫這濾血出來的字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把問題要想去 但告訴我你怎麼量它 但是事實上你從來沒有量過 你從來沒有量過電子在原子裡面的運動 你永遠看到的都是光不見 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特別 所以接下來 那這個就是去濾濾血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我們接下來很快的 我們就知道另外一個新的形式就出來了 那位就比較熟悉的就是Portometer 對不對 是我們的Wave Stripe Back Porder 反擊這樣 Listen From You 實際上在1924年的時候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文章 1924年的時候事實上是 就是 鞋舌避血還沒有出現 那那個PoroA 那各位你看看這個名字喔 它這個 D1的話 小寫 不是哪小寫 因為它是個貴族 這是貴族 那D1是of的意思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歐洲人可以追問 歐子小寫的話 大部分都是會的 如果是大小的一點點就是 都是很小的 那麼它呢 在1924年 它當時就寫下這個 很奇怪的方式 農達等於Edge主義地 然後它可以說 任何一個東西都連接任何一個物質 物體 任何一個粒子 它會有一個相伴的一個波 那既然是一個問題 它有oment 那它相伴的po的波長就是 浪卡就等多少 沒幾次 也就是說 當你這個東西 oment是很大的時候 你的浪卡是很小 當你的P是很小的時候 就能走到很快的時候 你要浪卡變得很大 那這波 哪有什麼波 這波在哪裡 好 那所以呢 但是它並沒有去 care這個事情 它care的事情 一旦這樣子假設之後 它發現 它很容易去解釋 荒根肯綠血 我們知道 萬波歐爾的綠血裡面 荒根肯綠血是沒有辦法 被解釋的事情 那兩大不可解釋 荒根肯綠血 甜小 量子調藥 甜小 對不對 那事實上 你可以發現 在群生綠血裡面 量子調藥有沒有解釋 沒有啊 事實上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再去穿藥纖綠 但是 那就是 韓米洞綠 只把韓米洞綠 拿了兩次再去夾它 並不知道 為什麼它 你從來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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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道它藥纖綠 從來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藥纖綠 那麼 當然 在波歐爾的綠血 它還是沒有辦法解釋這個 量子藥纖綠 但是它至少 它到底它還是結束 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對 關那個condition 它說你看 從波歐爾的圓軌道來看的話 啊哈 你這個 如果你承認了 你承認這件事情的話 那 那你就會發現說 喔 我在這邊運動的時候 我用一個P 所以我伴隨著一個物質波 我這個物質波呢 欸 不能隨便物質波 你要緩太的物質波 為什麼它是緩太的物質波 啊哈 因為它是出波啊 所以 當你的P 不是這個正確的詞的時候 會怎麼樣 絕對沒辦法 使用存在 必須是出波 How simple It turns out You get it right 來 那麼大家 你會覺得說 你在選這個公司的時候 覺得很自然吧 為什麼 讓打才是H1 那麼H等於1等Hμ 對不對 所以μ乘到那打是多少 蛤 別看 這樣 好 這樣 對 所以讓 讓它 對 所以μ乘讓它 讓它 那這個是 所謂不止波的波子 所謂不止波 因為我們今天知道 因為物質波是多少錢 Bound to nonsense But never do this 這是第一次有人嘗試著 去解釋方針可能的確定 哪一時會 對不對 哈 所以這個想法 是真的 是很電腦的想法 因為你提出說 你又有一個物質波 你會不會破掉 它是 戒指是什麼 對不對 真的沒有解釋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是一個外行人 寫了外行話 的確它是個外行人 好 那麼這個 德布羅伊 我們通常講到德布羅伊 他其實是這個家族的家族 因為他一直很長 沒有 他是貴族 他前 Louis 比特皮 然後 他是 德布羅伊的第七任的公學 然後 他是照顧物語學家 也是莫貝爾的很長 那麼他其實呢 這應該寫消息 可是這個 你在做的時候 他會放在前面 自動給你打 這個消息 他其實一開始 根本就不打算做物理 他一開始的事業是什麼 是人文 那麼事實上 一開始他得到的學位是歷史主義 那麼他 他為什麼會開始 對物理跟數學感到興趣呢 因為他的歌就不來其他的 這就是一個物理學家 所以他1924年的時候 你看他幾歲了 1924年他已經32歲了 那你知道 這 將對於 鮑利 海森堡 人生最終的 這些人都20多歲 就已經 拿到物理博士了 他32歲還在念 對 可是他會有點相當的 這不奇怪 因為他是轉男的 那麼他在2024年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idea 寫出來 結果當時他跟我們口試 沒有人看那種他在幹 不過當然這些老師也還好 因為看不懂就把他廢了 這樣 他們就把他的論文寄給安醫師長 那安醫師長看有沒有讚不絕口 所以他當然就很順便拿到國師了 實際上他就是因為他的國師入文 拿到諾貝爾獎 這是諾貝爾獎 唯一 因為他的國師入文得獎 那麼 得不容易我後來很有興趣 我後來呢 得諾貝爾獎以後他做了什麼 他其實還是做很多東西 但是 事實上都不是太重要 我看看有什麼影響 好 那麼在這邊的話呢 當時很無聊 順便介紹一下 你說 你怎麼會有一個公爵戀戀儀呢 所以先介紹一下他們的家庭 The House of Troy 那這個其實很容易啦 這點頭所有的資料都在網路上面都找不到 那麼 一開始呢 我也是很好想說 會奇怪這個公爵 那他這個是 難道是王 從王 跟王室有懸崩的觀念嗎 但是他沒有的啦 沒有的 他的身體追溯到第一任的 他們家庭第一任的這個 公爵呢 這一位 本來其實是Mary 那他其實是君人出生的 君人出生的 那他呢 你可以看到 他一開始他的 一開始的台頭就是康 就是什麼樣子 博絕的兒子 他呢 這個 第一任的 的 部落雲博絕的兒子呢 他怎麼樣呢 他成為 這個 台頭的 這個 相當於是所謂 這個 這台頭很奇怪 那兵馬大元帥 馬 這個是 Marshall of Camps 這個 Fear Marshall 就是那種 比 先 比這個 將軍還要更高一點 再來 法國化產 才有 Marshall 現在有些國家也是有原帥這一集 現在很多 很多人以為他都沒料 原帥 這個很酷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他那個時代是什麼時代 Ruies 的時代 所以又放過長期都在戰爭 這台 才有這個軍人他有競爭之道 好 那台 那麼 那 這個就是 Marshall of France 那這個Marshall of France 的話 第一個非常能高 人是全國的 人是 參謀中長 那麼 那麼 他的孫子呢 就被 那注意喔 這是一七二四年的時候 他們家來發行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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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hall of France 那他們是職業軍人 那麼 他的孫子呢 被封做的是一個什麼 風群 他一七四二年的時候 一七四二年的時候 一七四二年的時候 那麼 那Family呢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他們家族呢 雖然跟王室是沒有約會 但是他們家族非常負得了 不但除了許多的這個 Marshall of France 事實上呢 有一個諾貝爾講的 但是還有好幾位是 法國 怎麼樣 Institute of France 的 Member 法國是一個非常高的 我今天他會介紹 不是Institute of France 所以呢 那他們家族有時候 你看中國的時候 會有翻譯說 德布羅義親王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有印象嗎 Prince 歐 法國 那事實上 因為人類親王比較大吧 風絕比較小吧 為什麼 那為什麼寫風絕呢 對不起 這個所謂的Prince 歐 法國 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Prince 不是 不相當的 這個Prince的title 是在神聖羅馬帝國裡面 那在神聖羅馬帝國裡面 你基本上不能講 聽 除了少數幾個力管 好 那 小諸侯的話 很多事實上就是Prince 就是 Prince 那事實上 像各位你可能知道 烈之敦之燈 整個立國的國家 非常小 它就是Prince 然後那一個很小的國家 那麼它的 這也是什麼 所以這等於是 小諸侯的稱 那麼 火山群人他們也弄到一個 在神聖羅馬帝國裡面的一個 小工具 就變成是一個 Prince 但是在法國 這麼大的國家裡面的 Duke 那是比較大 所以其實 真正來講 Duke Roy 還是 Prince Roy D.Y.R. 所以你如果對這些工具制度 你有什麼 瞭解的話 你可能會不會 那他們家族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我們再會介紹一下 你看這一位 第二任的布羅因公爵 那他 最後他也是做到 Matchel裝飾 那麼 他呢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他扮演什麼角色 他扮演反對革命的角色 那麼 他的兒子呢 他的最大長子怎麼樣 就是在恐怖 就是被扮演長人怎麼樣 殺掉了 所以他呢 第二任之後第三任的 德布羅因公爵 就是他的孫子來繼承 你看一下 17181 那些八王 出生了什麼 那第三任的 這個德布羅因公爵 他就不是軍人 他是一個什麼 外交官 這是家 那麼 但是呢 他 在1856年的時候 被選入是 法蘭西學院的一個分 法蘭西學院是在法國 真的兩位學的一個分別 他只有42個Member 而且每一個 40個Member還42 Member 那數額固定的 不能外加的 只有有人獲釋了 才會再選一個新的Member 去定他 那時候法國會是 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事高上的一個 一個學術的地位 那個表現 那 事實上 我記得以前 喔 好像拿出來的是 法國科學院的院士 非常酷 法國科學院 不是這個 這個 法國科學院相對來講 沒問題 OK 那 這的確 難過的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 沒錯 好 那麼 再下來呢 這是文人 這是軍人 再過來這一位呢 1821年到1901年 什麼 一樣 那他是一個學者 他曾經就發表過 他翻譯這個 來不理事的足足 那他同時也是 法國學術店的 但是呢 他也曾經在法國做什麼 這很短時間做過的手下 法國科學院 法國科學院 從5月做到10月 好 那 德布羅伊 對德布羅伊 最大的應該是 他的哥哥也是 第六任的公爵 德布羅伊公爵 那個 路易斯 馬 馬 馬 那他 事實上 是從 海軍的那個 畢業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事實上 跨國的那種 事實上 我們應該要幫你實際 介紹一下 事實上 現代科學 在歐洲 除了一般大學外 還有另外一個系統 那就是 拿布羅伊設立的系統 是高等學院 高等學院 高等學院 高等師 當時叫做高等師法 所以呢 在巴黎裡面的 當時最優秀的數學人才 是在 法國的高等師法 那 那 在 意大利 拿布羅伊也同樣設立了一個 叫做 在PISA 設立一個 高等師法 那誰只從PISA的高等師法 披了 廢 而是最優秀的 很差 那另外一位呢 在拿布羅伊的時代 他們的軍校 是非常非常的勤 很多樣優秀的數學家 都曾經在軍校裡面交通 拿布羅伊本身 就是在數學家 有相當多的東西 因為拿布羅伊是炮兵 那當時後面是最負的品種 那就是你必須要對幾何學 有定額的數字 機械 那麼 所以他是一個 他一開始是從軍事的院校去演 那麼他在 他花了九年在法國大海軍 但是他 這個是身為貴族 他後來就在路裡展身興趣 所以開始去對這個 做相關的研究 那麼 結果在1994年的時候 他要在違反家族醫院的狀況 接下來呢 就離開海軍 但是這海軍不是 一般的小兵 你就知道 歐洲很多的職業軍 知道如果你 你有興趣的話 你會發現歐洲很多的軍 至少在 20世紀初期的時候 那基本上的結構還是 貴族在掌握 海軍通常還好 海軍通常 像納爾其本 這是一個很中的家裡出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最影響的一個例子 是 英國的陸軍 那麼英國的陸軍 你會把那些作為奇怪 那些軍官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當軍官 有些人非常年輕的 因為他們會傳 所以那個軍隊呢 可是他們私人的軍隊 一個古代來講 還是他私人的軍隊 好 徵召來了兵 他們自然就是一個軍官 那當然 他們不再像中普世紀一樣的 所以呢 從此的關係 可是那個軍隊的架構還是這樣子 軍隊的架構還是怎麼這樣 可是到後來才改不掉 那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 他就有成功 所以在歐洲的話 為了貴府他們 職業就有選擇是怎樣 在軍事上面 好 那德波羅伊呢 他是在誰的門下選擇 軍門 那這也算是 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他曾經出行第一次說 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 看過人 準備 1908年之後來到富士 然後他的專長 就是後來他就去研究 X光的閃色 光普學 這在當時是 一代顯學 X光在當時是一個 好 好 好幾個物理 諾貝爾獎都是班的X光 下一關的 那麼 德波羅伊呢 在1920年代的時候呢 就開始成為一個 相當有承受的一個物理學家 來工作了很久 沒發理 經驗 最後他被選進去是 法蘭西斯 法蘭西斯的這個 法蘭西斯的這個學服院 那麼 他是唯一 在整個 欸 欸 Demi Frost裡面 唯一 享受過一個 就是在裡面 歡迎他的病毒 給加入 就是非常少見 因為你要知道 什麼辦法做40個 40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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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麼 大臣說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你可能覺得說 哇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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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浪費時間 不不不不 那句話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是告訴你 在量子力學發展出來 那個時代的工作 是不是跟你今天理解的 取出覺得很不一樣的力嗎 這樣子之力的人 在今天不會出現在物理界的啦 物理界變成是一個非常perfectional 甚至是一個非常technical的 一個專精的一個 一個 範疇 你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外行的 可以 可以發揮的 但是在20世紀初的時候 還會有像等候也這麼奇怪的人 當然 當然 這個概念一開始 大家可以能夠推行 能夠欣賞等候也不多 所以這邊就舉了一個例子 這也是我花了9年 或是自己 很口述歷史的這些 我都會被抓出來 那這一段呢 是interview是 interview誰呢 interview Land Land Land還記得嗎 Land的Vector 他也就是那個 啊 非異常的這個 對不對 啊 那他呢 就回憶說 他當時在蘇里斯 啊 是不是 他在這個地方呢 當時誰也在那邊 Dibai 你記得Dibai嗎 第一章說 Dibai不知道是不是 Dibai 啊 那Dibai在那時候 他在蘇里斯 啊那個時候 薛琳格也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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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Dibai呢 啊 他在那邊講喔 他跟Dibai還蠻聳的 然後Dibai就跟他 他在那邊講 他偷偷跟他講 那有時候講這個 你的想法 你知道 What do you think 對不對 of this crazy idea should you have a thing to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is that crazy 啊 啊 所以他等於在念以他的同事 都在很搞啊 有人用波 可以解決量子理論 那你不要忘記 Dibai並不是 不懂樣子理論 Dibai是非常懂 量子理論的人 對不對 你第一章你知道嗎 你才知道 所以說有時候 你不要提交給彼此 不一樣的opinion的時候 當然有的困境實在是 Dibai的時候 不代表你一定是錯的 當然也不代表你就是對的 但是 有時候 有些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會像他這麼大 就算是 同樣一個領域的一個專家 說你是錯的 你也不一定是錯 好 那各位接下來就是Dibai 當然我們知道波動力學 其實這個功能是 算在 薛鼎九 身在 怎麼等不容易算是 當然他起了一個頭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follow 後面的東西 好 那這個follow 他是在1924年的時候 那你可以發現 叫做他進展的 還蠻快 那薛鼎九 惡命之力很長 齁 通常就在生長 那一種 他是一個奧基利的物理學家 奧基利 你可以看到他年紀相當大 1887年出生了 所以在1920年代他已經40歲了 對不對 30幾歲 15歲 不要忘記當時他的對手都是什麼 都是25頭寸的年紀人 所以他已經算是大叔了 齁 年紀不是很大的大叔 好 這個稍微要區分一下 這個稍微要區分一下 因為他可能是一家 1933年的時候 因爲這個 Totum nope 非常不理想 Totum nope Totum nope 大概是在1922年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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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創造他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取巧克 取巧克 取巧克 這個大家可能都法律 比較熟悉 這就是針對於他的後來對伯瓦跟亥瑟提出來的 所以根本哈根全世界非常不滿 所以安斯坦跟宣律文他們都對這個根本哈根全世界都不能接手 就在提出的時候 康達巴尼 那其中最出名的單位就是宣律文的水畢格 那 可能一個也是少數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 就對生物學產生興趣的物理學家 你要知道物理學家本來感受力學對生物通常是沒有寫權的 一直拿到二十世紀 那 確定有成一個少數的例外 然後往後呢 他做完超重力學之後 後面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貢獻 但是他的貢獻是在什麼樣子 在生物學校裡面 所以要一本著名的書說話一直大 所以他是一個相當特利補齊的人物 相對於艾森巴胞立場 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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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特律補齊的人物形成型 好 那麼在1926年的時候呢 那這個是他就第一篇做得出來 Tontileticus I got by the problem 那麼這個就是波動力學的那個現區 Where is there is strikes back 坦極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舉正律的感覺 這保守承諾就是 不同的 個性的人他們在 處理 相同的問題 往往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那歷史上 有偶爾的不常時間會出現說 歷史之間怎麼樣 精英背書 然後怎麼樣 用不同的方式去解決相同的問題 那這是 歷史上難得的聖詞 那在這篇篇的話呢 學生寫出來的確定就有個問題 對不對 很多大師 所以他知道確定就有個問題 我有用 好 那在這個 錄文裡面呢 他就是推導出這個 Wave Equation 然後等一下會告訴你 他那個推導 那麼這邊當然 他也有一些 他也有很多的 就是出名的科研 A science only imposes two things Name me, truth and sincerely Sincerely Impose the data by the seven alpha by the science 那科學呢 要 就是要把 追求就是真理 那個怎麼樣 要真理 誠懇 你不但是對這個東西 是對自己 要要求自己 to be true to yourself Sincerely 你還要求別人 那是不是科學的一個特性 如果你 不Sincere的話 你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的話 如果你只把科學當作是 博取靈利的一個工具的話 你會做出錯誤的東西 你還會告訴別人 你做錯的東西 是對的東西 然後 有時候 別人可能會發行 那這個在科學上 是最大的罪 好 好 那麼這個 薛定格也會是怎麼寫出來的呢 在正式 介紹他第一篇論文之前 好 那個第一篇論文 我是一行一行 從他的論文超小的 那這個故事不是我說的 可以講這個 這是 L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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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書裡面 寫的 那這個 大家可以給耳聞 薛定格 薛定格的這個私生蒙 非常精致 多彩多姿 那這個 據說是這樣子 當時呢 他就是去 度假 兩個禮拜 然後帶了 他的 Notebook 當然 不是影片 然後呢 帶了一個他的情婦 帶他太難 就去度假 然後呢 這一次的度假呢 他就是下一個決心 要把 當時理論怎麼樣 work out 出來 那麼呢 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然後呢 你們試試看 He has created a new theory and keep the lady happy fortunate he was up to the desk 好 那這個接下來 他怎麼去跟著 他的這個 宣布舅委員會 的過程 這是從他原始的論文 一行一行造下 所以你可能會 有些東西可能不太熟悉啦 好 無所謂 那這是分點分點裡面 所謂含米通靈的假托比的Requestion 那麼 S就是Action 那你會把Action這個就是B嘛 所以這個是 好 就是一般 含米通靈的假托比 它是dependent的Requestion 那在這邊的時候呢 作為一個變化 要把S寫下來 這個常數成這樣一個Raw 5 沒有任何的解釋 OK 好 好 無所謂啦 做個變數代化碼 不把他當作變數代化碼 這個對Q做為一個以後 那當然 好 接下來呢 他把 含米通靈寫出來 那含米通靈是什麼東西呢 當然就是P平方圖的二類 然後加它的Tool 這是Tribute 那但是在這個含米通靈的假托比的圖線裡面呢 Moment寫出來的是S 就這個是PX 這是PY 這個PT Action對PX對PX作為一個人的狀態 到目前為止 一切都是不變的 Everything is Classical Everything is Classical 好 然後呢 你把X 可能 K log 5 帶進去好不好 那你就得到這樣一個容器 對不對 OK 但是這個Equation is not Shading Joe Equation 喔 這個Equation is something 這個是 Classical 就是 Classical的Potential裡面的 Hanticonian 假托比Equation 就是做一個變數台灣的東西 Troper has a new 好 接下來很快 接下來這個最重要的這個步驟是這樣子 他呢 把這個是你得到的結果 Right 這個Equation OK OK 好 好 看嗎 他那個Vari... 他把問題轉換成這個Variation Problem 換句話說 Variation之後你應該要得到這個東西 好 對吧 Variation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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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然後呢 他用這個分布積分 他覺得他這個有個關係 所以他把這個變溫分體就可以改顯成這個樣子 那改顯成這個樣子之後 這個是假設你是對整個空間積分 好 所以這一下是什麼 這個是邊界下 所以你就得到這樣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對這個東西做變溫 J做變溫 這個 所謂的J 那你會得到這樣一個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這些Service Time 如果我習慣出 無限遠的話 我最後就得到說 這個東西不行 那這個是你的變溫 對Five的變溫 那對Five的變溫 那你都必須等個引抽 你最後知道答案 等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答案當然就要引抽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把KDD做成H bar 然後你就解這個方程式 你解這個方程式之後 你又發現說 你又得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是什麼答案 柏爾的答案 對不對 對Five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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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讓我完全知道的 他Table裡面 最困難的步驟 是在這裡的步驟 就是在幹嘛 這不是這個 做著要的奇怪 對不對 照理說 你本來得到的是一個 非線性的一個方程式 那怎麼會 最後變成一個 做簡單的一個方程式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呢 不要擔心 如果你看不短的話 那不是你的問題 那這樣也是我去從口述旅行那裡抓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光聽過 Hans Bess Hans Bess 我那就是幾個大文學家 這個 所謂PB Chen 那個天文學的那個 額百利就是他第一個文書館 那他在1964年的時候 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了 他 In the early sharing in your paper they are about the 3 different different way of getting the way of inclusive 這是訪問的人 問題 那第一個呢 這個 Steven Quinn就說 almost incompletely handsome 看不懂 所以你知道 這個雪靈 雪靈就寫出 雪靈就有問題 推倒三次 第一次推倒 這個我剛才笑給你看 沒有人看得懂 You know in the first paper it uses a variation method I still don't know anyone who fear he is quite mistakes out of the variation method 那你要知道那個 Thomas S. Quinn 他認識了很多人 他做了許多物理學 他的考託意思 沒有人看得懂 他在幹嘛 那BES 所以其實BES 根本就沒有去除掉的東西 這根本不是大 啊 YES 一把 BES 所以其實BES 根本就沒有去除掉的東西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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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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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拿下來就變成不足 啊 可以這樣 在那裡 R substitution R substitution R substitution It's not what we No call a straightforward R deviation 這樣我們今天可以 可以一樣點列型 可以做出來特定 不會對那個東西做點列型 完全不make sense 啊 OK 好 那麼在這後來做的 接下來做的東西呢 這時候就比較沒有賽事 它用classic 它是用一個比對的方法 就是從光 你知道光的話 你有幾何光學 但是你有波動光學 那你從波動光學 你可以得到幾何光學的結果 你做一個show wave 後來從這邊學 所以類似的 你如果把你通電腦弄的是像幾何光學一樣的東西 你說那我來去找 它相應的波動光學 類似波動光學的東西 作為一個短波的近視 就可以得到Habitomian回學 You can get 那那個結果就是學律學會進學 所以一般來講 當時的人大概是懂 這樣子就不是 所以我剛才說給你看那個 那個reaction 是沒有 其實沒有那個指導他在那裡 所以在跳過你物理學 不是你想像那麼簡單 那很多人做出東西來的 剛開始做出來 那種方式你根本看不懂 根本看不懂 但是當時神的部分慢慢帶他 理解越來越深的 他會 simplify他 就好像一開始 他有這種人會是論文 很少男朋友 你問我剛剛懂天的我會啊 根本 特地講你做物理跟讀物理是兩回事啊 你讀那個已經被人在簡化 都會用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呈現出來的內容的東西 你都讀不懂 你怎麼能夠去做物理呢 因為做物理要給讀物理 難上好幾倍 可能要去做物理 對不對 這是很大的差異在那邊 好 那這邊的話 實際上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新的型態 中物理的方式 先把我們下來當課程學 有沒有第二檢查來的呢 有沒有第二檢查來的東西啊 沒有啊 這是第二檢查 這個呢 就是 我們之前講過 學弟者提出 不一樣的這個 Divation Divation 可以學習 那這個是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 那這個也是一種 新的型態的一種 狀物理的方式 那這是這樣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我們知道光學 那你學過這個幾何光學 對不對 那你也學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 波動光學 那你知道幾何光學 跟波動光學怎麼連接起來 對不對 事實上 這個可能 你如果有學過 你上面有mechanics Panics 一開始 其實他就是想要 效法 像光學這樣 那光學的話 那個波前 形成的這個 形成的包落線 那他可以看作是一個 S含數 等Cust的時候的軌跡 那這個的T度 對應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光行徑的方向 那所以呢 你可以從一個坡的方程式呢 做一個短坡的近視 得到一個光線的方程式 那反過來 假如我現在還沒通電影規徑 我把它看作是短坡 某一個不知名的 不知道 還沒有找到的一個方程式的短坡近視 的話 那他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 這不是一個推導 你沒有辦法直接模擬上去推出吧 你只能猜 但是這是一個推導 對不對 因為你該想像得到 之前 得不容易的想法 這算是非常簡單 某溫腾跟浪漫的關係 但某溫腾在改變 你當時還會覺得改變 你怎麼讓他 你怎麼去用這樣的東西 真的去描述一個 在運動 改變速度 一個很複雜的運動的時候 那他的波動應該 他的波 所謂的波 應該長什麼樣子 你必須要找到波動蜂的字嘛 所以到後來 人家找到波動蜂的字 跟得不容易 波動蜂的字 對不對 好 那麼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邊的話 我們之前剛才講過 這是一個短波 就是短波長近視之後 得到這樣一個關係 但橫向的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方程式 其實跟這個方程式 非常的相像 描述光線的這個方程式 叫做 Econia Pushion 事實上 這個Harmicomia Jacomia 非常的像 這不是偶然 但當然Harmicomia 也就是故意要仿照 所以他可以寫出來 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邊的方程式 可以一樣化 還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 當然這個方程是大家看的手型 對不對 來 我學你九點個學 在Fuller Force 我們四個翻譯 當然 因為你們沒有學過這個 Habitonian Jacobi Quixion 看的話覺得不太容易了解 但是剛才的關鍵是很明顯的 你又沒有一個報告中心描寫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 Habitonian一開始他就這樣看 光學跟畢學之間禁止的比例 another 你可以發現說 在光學裡面的話 有這個什麼 t 對不起 這應該是canalysis 就是說你對這個東西做什麼 光... Occation的這個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is time of operation 那麼 Athorning principle 對不對 好 Athorning principle 好 那麼 那麼 相應過來 在光學裡面你的action characteristic 所謂的characteristic function 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 1-u就是什麼 動語 對不對 那麼在這邊的時候呢 indigo is inverse face of the one over net 對不對 one over u 那這邊的話呢 你基本的東西是這個 那的話 2m1-u 對不對 那這個m over c其實是什麼 就是彎彎彎彎彎 對不對 光速度 在... 就是你在行進的那個光的速度的 U-verse 那這是什麼 這是v處理 這是c處理 這處理數字就是光速度 好 所以呢 那你可以幫他按照說 力學的原則 最小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啊 所以這門就告訴你呢 light orthogal of the equal time 拖錢 拖... 拖的走向 等拖...等拖錢 什麼 跟拖錢 要垂直 對不對 如果拖錢是一個函數 拖錢是某一個函數等於 Constant的話 所形成的曲線的話 那個函數的什麼 T度就是點什麼 光的行進方向 有同樣的 Panico呢 尾基就應該 orthogal 就是正交於 這個equal action S 對不對 所以這次 很方便 HAPPY ETH WI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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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ETH 一開始 提出了 這個 這個 他就有 用不過這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說 第2次 學理証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他 STAR FRONTA HAPPY EQUATION 好 好 那這個是 那麼 拿到這個時候呢 你的 DQI DQK 對 把它改寫的是 OK 好 這應該是T啦 好 應該是 好 這是1-1 這是K 那麼DQI DQK的話 你可以 對時間 基本的話 他寫出來是怎麼樣 QI QK 所以這個寫出來相對來的 這是動 動的 就是QK 跟QK動的來型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 Q動的是不是 不一定 譬如說 你如果是原作運動的話 是MR動的比方 叫做mR平方 cDOT 平方 4HK 對不對 這就是動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知道 Wavefront equation 確定就AQUITION 那麼 再來這個 物體的軌跡 and propagation 跟波前的軌跡 物體的軌跡跟波前的反例的關係 可以解決 好 那麼S等於Custent 你一定要跟S等於Custent 你一定要跟S等於Custent 怎樣的軌跡 好 所以呢 你先就給我按摩 換句話說 物體的這個 momentum ID是怎麼樣 跟你這個S S等於定值的軌跡是怎樣的 相軌跡 好 那這樣子寫的話呢 我們來看 這個U定義成DX 所以DT的話 那麼你可以把寫形式 從這裡啊 那麼你可以 如果我們現在呢 它寫過來的話 被DT 做變換的話 就是Face Velocity 我們跟我們為 這個S的這個 寫進Face Velocity的話 就是這樣 好 那你就把它帶進來 那麼 這個是什麼 一般的波方程 對不對 一般的波方程 那你如果呢 假設這個波方程 把它Pine Dependent 你把U等於DSTT這個東西 放進來 注意這個U DSTT就是你的什麼 對應到的就是什麼 這波前前進的速度 對不對 對不對 U 再把這個U放進來 然後這個最後一個步驟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 Einstein 或的Condition E Mu等H E等H 放進來 OK啊 這個時候 你不就 我看一下 這個方程式就告訴你 方程式就告訴你 這對應到的這個東西 你的Mu一定是E over H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的U 你現在把它定義成是這個 U定義成是E over H E over P 對不對 這個就是P嘛 E over P 就是P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步驟過來的話 E等H Mu 就好像是被推倒出來的東西一樣 對不對 但是這樣不是啦 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們之前的舉動力學 E等H Mu 一開始 一開始就設定好 在那邊 你不知道它怎麼 是不是設定好 在這邊的話 你看起來好像它是一個波的 什麼頻率嘛 對不對 頻率 你頻率要有東西震動嘛 那我們之前在舉動力學的時候 那些頻率 那是什麼東西的頻率啊 來 來 因為這個很多案例 來 來 那這邊的話你會有一個波 所以你會感覺好自然 來 那問題是 你要真的有那個波 才會自然 可是沒有那個波呢 好 所以呢 你現在把它再一次來的話 就不行 好 依然沒緊急的話 再回去的話 當然 當然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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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能 對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DX機關 跟 動能的關係 就可以了 直接寫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為什麼是 U 為什麼DXDT 是等於這個東西 因為很簡單嘛 你看 DXD DX平方是這個東西 好不好 那麼 除下來 DXDT的平方 是什麼 2乘上T嗎 這是動能 所以DXDT就是 就是 就是怎麼樣 就是除下來 開根號 對不對 開根號的話 就是它 那它就是等於 DXDT DXDT除了是 2 1 跟到 2 跟到 2 OK 這個是 2 1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 2 1 減量 就是它 所以這個 U就是 1 1 OK 所以你的 重點就是 你要 放進來 接下來 把波動方程是 U 換成是 這一個 好 那當然這個有點奇怪 因為事實上 一般的 修徑教育 你會寫 我是二次回合 對不對 拿這一次回合 所以這個 你這樣寫出來 這是什麼 彈你 那你開始的能確定會 對 對 對 那你解釋 理規訊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I can stay 發I can value 是什麼 新原子報酬的那個 能階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呢 這個 當你一旦寫下了 確定有理規訊之後 後面的 後續的東西 是在這邊的很簡單 簡單到 甚至我們今天 大學三級的同學 都可以做 對不對 你就花了一整年時間 都在做這些東西 對不對 你在想到在 上個世紀出的時候 這可是沒有多少人會的東西 啊 所以他一開始 他一口氣在那一陣子 就寫了四篇文章 好 那今天校園來寫的文章呢 就是 就是第一篇文章之後 他用 挑戰老闆老去解這個 簡潔陣子 去解這個 老闆 老闆 轉動的東西 然後呢 去解這個 雙原子分子 好 然後當然 提出新的這個 薛靈九一規訊 就來了 第三天的時候呢 他五月 1926年五月 他就證明了說 他跟薛靈九一規訊 海水管跟他的這趟 兩大呼吸是怎麼樣 其實是等價 數學上是一模一等價 然後他呢 他呢 也開始處理什麼 STOP 就是在電廠之下 光譜線量怎麼改變 對不對 那我講過 你知道 你都沒有 電池廠 外加電廠 外加市場都沒有問題 那第四邊那個呢 就是在處理什麼 散射 那這個都非常重要 因為散射是 後來 粒子物理 核子物理 原子物理 大家都用到的一個 非常常用的一種 研究所管 那你在圍觀世界的時候 你用閃射 就是通過閃射去瞭解 一些東西 對不對 這個文章非常簡單 好 那麼 我想 這個實際上很奇怪 那一開始的時候 Wave of Kennings 是非常的受歡迎 雖然他的時間上 明顯是比 取正力學還要晚 但是他受歡迎 他受歡迎的程度 好 所以這樣很高 那麼 那麼 你可以看到 這一樣 也是從DES 的這個 手術歷史裡面 看出來 好 他說 Nobody ever to manage a collection There is a calculus of relationship with Kennings Nobody to my knowledge mention how high of relationship with Kennings There has been something to do with a spec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ime home of the term of the or lat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ever as a much later time I think I must have been early 28 or so some of you are there well of course we really believe in heisman no better of how we think this but when calculus calculate we should be true 連他老師都這麼講 他都說 他都很厲害 他一定懂 他 不過我們看不懂 我們不知道他在講 但我們知道 宣經就已經會學 我們會解決 OK 一般你會解決 來 好 所以當然這個 第一方面是 實際上 還是很冷帶的東西 少數人知道他們在幹嘛 絕大部分人才看不懂 好 那第二個 也不知道他能爆出來 對不對 那波的力學的話 哇 簡單嘛 你就假設有個50波 everything's solved OK 所以其實宣經就一開始 他相信是真的有這個波 那後來他還相信有這個波 所以大家在講 沒這個波的時候 他還是有這個波 然後我們今天就交給他跟你講 沒這個波 沒有這個波 你在問題上 要講一個波的話 你一定有東西在震動 什麼東西在震動 沒有東西在震動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是宣經就的這個 科學貢獻 那我們後面當然 那個時代沒有人 能夠逃離納粹的 多多說 我跟納粹都有些觀念 那我們知道有三大類型 反對納粹到底 對不對 有誰 可以考一個領域 對不對 請舉出三個例子 反對納粹 贊同納粹 跟納粹保持曖昧關係的科學槍 那千零九是屬於哪一種 他是反對 可是他反對的也很奇怪 那你可以看到反對 又分成三種類型 一種類型就是一開始跟一該德國 這個一刀兩罐 對不對 like what like who James Trump 對不對 Einstein 整些人都這樣 那第二種類型的話呢 就是 我留在德國好了 但是我怎麼樣 我是抵抗你嗎 must control 對不對 那 那 真正反對納粹 那某種程度算 反正應該也算是 但是他沒有公開的 強烈的 他應該歸類是 他還沒反擊的 那千零九是反對 但是他反對呢 他反對 你看很有趣 那英九他後面 他後來 在蘇利斯對不對 那這些成就之後 是1997年之後呢 他就跑去柏林 OK 他本來是一個阿滴利人 結果他跑去柏林 那柏林在這個地方 在自動就被獸禮的活動不全 往後來就查出來了 所以1933年的時候呢 他很討厭那些人 因為他很討厭翻閃的武器 他覺得很像神絲 他就離開德國 然後他跑去他林呢 跑去牛津 可是呢 在牛津呢 出了點小問題 得來講不是小問題 大家都知道 水利古人的私生 我非常多 多才多子 那麼 還有很多的 雖然他有一個太太 他 他永遠都只有一個太太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人 所以呢 他到了牛津的時候呢 對不起 一國社會不容許這樣子 至少他不是不容許公開的節目 當然你實價了 你實價了 誰知道 但是公開 跟兩 他公開的 跟兩個女人同處於事 那我們台語人 就耍賽儀啦 真的照樣地理理說 OK 我不知道他在這裏 怎麼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在英國 這是不容許的 所以他在 啊 他在牛津就出了點小狀況 你知道 所以他一個他就覺得不對啊 那好吧 他繼續走路啊 他1934年的時候 他去福利斯頓嘛 然後就over 他一個 分別人的事情 你不要忘記 他1932年 他都沒有講的喔 他都沒有講的 可是呢 他去美國以後呢 他還是希望 跟他太太 跟他的節目住在一起 對不起 美國人 也不容許這樣 所以這個呢 他 最後怎麼辦呢 那我跑去 那個 IP訪 往去那邊 最後 那1936年的時候 他繞了一大圈 又跑來奧地利 那個大師 他整個是 為情所困 他 就是在英國 美國 因為英國 美國是 新教國家 他們對這種情婦 這種東西 沒有這種話 那在奧地利 你知道天主教國家 他不能離婚 離婚很困難 那 所以 整個對情婦這種事情 他就是 一隻眼 所以他到了英國跟美國 真的 出了這些狀況 所以 在1936年的時候 那個回到奧地利 他說好吧 回到奧地利 你本來就奧地利了嘛 回到奧地利乾坊 對不對 很不幸的是呢 1939年的話 是什麼 Ansheroth 什麼東西 這大部分 被核心 其實就被併吞了啦 奧地利被德國併吞了 所以 阿地利本來是奧地利 的核心部分 那麼 一戰之後 然後他是奧地出來 甚至很窮 就變成 失去帝國的威嚴 對不對 然後呢 民主主義的搶業 到了 後來納稅的人 就在奧地利怎麼樣 搞一個 親納稅的組織 之後就把政權拿到了 對不對 瑞羅斯現在已經也是這樣玩 對不對 我們的好人繼續 我們也是這樣玩 就賠償自己的勢力 只要實際成熟 對不對 馬上親子就換了 但是他這個 薛婷九呢 這對他也真的很不信 因為到了1939年的時候 他就變成德國人了 那他已經有紀錄了 對不對 他整齊怎麼樣 算了離開德國 當時龍門英雄啦 就為了女的問題 在很多地方上去 這下子怎麼辦呢 他就寫了一個史詞文 你嚇了 我自己寫了 但是有點丟欸 說好啦好啦 那後來 那後來 也對艾斯坦 道歉 因為殺到這張大歲的頭號 其實就是艾斯坦 但是最後呢 這個很不信的是 人家不買賬油 你寫到信心 對啊我錯了 他最好跑啦 他最好跑啦 他最好跑去哪邊呢 跑去義大利 然後從義大利呢 再跑去牛津 然後再跑去比利時 最後呢 他終於怎麼樣 找到一個可以見到他的地方 都國裡 好 為什麼都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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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OK了 為什麼在牛津 在古裡 都不行 都國裡就OK了 對 怎麼連是艾爾蘭 當時艾爾蘭不是完全獨立國家 不過是一個 一半獨立國家 是自由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因為他今天比較有國家 好了嗎 好 所以他在艾爾蘭待下來了 他在艾爾蘭待下來了 那麼在那邊 待了17年 待了17年 那麼在那邊 他甚至規劃做艾爾蘭的 那這邊沒有提了 他那邊剩了很多小孩 都不知道在艾爾蘭 好 那 所以這個 你看看得到 同樣是跟大車 每個人跟大車的關係 都可以做一個很美 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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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是一個 基本上你要把二十世紀的成業 近代物理 有一個 如影隨形的 足足 精神大粹 好 那麼接下來回到物理來看 那麼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你剛剛就覺得說 那種窩喔 對不對 可是呢 當然你怎麼是這個東西有窩 我們知道 我們在課本裡面交過 什麼時候大家知道 這個窩是一根窩 然後揚隔多數 幹涉時間的事 對不對 所以呢 幹涉到生 就是窩的性質 一個很好的一個證 所以如果電子 能夠產生 到這窩關的話 那某種程度上 是不是可以說 這是一個窩呢 好 所以你就會很發現說 這個實驗牌的 Davidson Gearman experiment 好 Davidson Gearman 他們就 其實是很簡單的實驗 那就用一個針通管 這個針通管 然後呢 讓電子就一起設計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就讓電子去撞擊 石墨 那為什麼要撞擊石墨 為什麼撞擊別的東西 就不會有效果 為什麼 因為石墨它是一個 二維的結構 是一個 漂亮的二維 漂亮的規則 結晶的 結構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會想像 如果電子是拖的話 你會想像 欸 它這樣子可以是怎樣 這個就好像可以在這邊做閃射 所以你可以 如果它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可以 用這種方式 反過來 甚至可以去求這個 什麼 每一格的這個位置 對不對 金子 金子 和大型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這個跟腳步有關係 所以你就是把電子 電子速度都光在用 看看會不會產生倒數 你看到 的確產生倒數的話 其實也產生倒數 那你就會發現說 欸 那邊 Skater人 直接走 那強度就像 就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對這個 波動力學來講 是打了一劑場的競爭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好像 那個 物體 雖然我們看不到 可是它好像真的伴隨著一個多 你看 你都可以看到它什麼 繞射人的話 對不對 電子繞射實驗 我相信你們大生的時候 都會做過這個實驗 對不對 有沒有 因為我記得以前 我大概也有重複 我都實驗很好做 眼睛打開 我就出現 他就死了死了死了 然後就連軍算 然後就結束了 你們大生應該說高氣一點 沒有選擇 那麼當然 那這個Davidson跟 Davidson呢 是一個 美國的物理學家 那他們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1937年的兒子 會不會有獎 就是電子繞射 那讓你能想像 電子繞射 後來可以拿來做什麼 對不對 好 那他跟誰 一起得獎呢 就是George 湯姆森 這就是湯姆森的兒子 他同樣做相同的實驗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們講Davidson 的 German 就German沒有得獎啊 對不對 German就沒有得獎 好 OK 好 可能有例子 發生在 麥克森跟Mowry 對不對 Mowry experiment 就這樣子 麥克森跟Mowry 好 好 那這就是 George Thompson 那當然 好 他是最初裡面 電子繞射的 他也來做出電子繞射的實驗 好 那麼 所以剛剛他呢 那這邊其實是 大家幾個人有趣的 就是他父親 德路會有講是 他父親發現 電子是一個粒子 那他得獎是 因為他發現 電子原來是個拖 所以嚴格來講 電子是一個拖 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例子的人說 這是電子繞射 你去 電子去撞擊 會產生繞射不大 這是事實 但是這不代表的 不行 OK 關鍵兩回事 OK 好 所謂的拖 我們今天知道 你只是什麼 你只是你的possibility 對不對 他有一個分布 那那個分布 他滿足了疊合原理 所以你只要滿足疊合原理的東西 都會產生所會干涉到什麼 就 他的possibility 是這個phi的square 而phi是線性疊合 線性疊加 那你就當然會有所會干涉到這個 這不代表它本身是一個東西 OK 那問題是說一個 路徑是一個 波 是一回事 有根色繞射其實它是另外一回事 OK 那問你如何 這類子繞射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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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剛得布羅尼一開始的時候 他那個 假設的時候 基本上不是很像性 可是這個實驗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 當然 這個 我得布羅尼一開始 他每個人 那他武三呢 他 事實上在二戰的時候 你看他在H5年 所以在二戰的時候 他也經常過二戰 所以他其實是二戰的時候 所謂的委員會 叫做MAUD Committee MOD Community Chairman MOD 其實就是在 就是 戰爭時期 關於發展新的武器的科學計畫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當時他們在想說 要去做 然後做MAUD 這個Community 最後做出的決定是 他們認為英國在當時 沒有辦法做一個簡單 所以他們把 他們希望有多人來做 那當然他還有其他很多 科學不貢獻 這個時候呢 拍手上主題學 好像是有兩個 完全不一樣的現象一樣 所以 早期的認識理論 就好像有兩個Coach Machis Machis Haiserman 波 Jordan 奧利 等等這些人 另外一個是Wave Machis 也跟他們 學習 那麼 Haiserman呢 事實上 跟這個 學習 學習 Haiserman跟學習 兩個人互相不少 這是出品 那麼 Haiserman就曾經講過 學習的理論 什麼樣 Disgusting 學習 說 Haiserman的東西是 Discouraged Haiserman 用的時候很不重 你知道嗎 簡單來講 這個 不知道你在講 他是科技的講 講難題的時候 你寫錯 你在搞三強 那這個其實是 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對不對 在同一個時刻 變成一個共同的難題 有兩個 其實都是正確的解決 但是 包含這兩個解決 其實 所以說 很想 不想解決 是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好 OK 好 那麼 所以這個時候 到處理說 造成他們兩個之間 最大的一個差異是什麼 思考上次 思考上次 Trading Girl 思考上次 比較類似於正常的 就 psychological picture 思考上次 他整個思考上次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你想想看 你怎麼能說 沒有軌道的想法 沒有軌道的想法 你便當think 你能未來 你沒有 完全沒有一個picture 現在 是可不可以 就造成他沒有軌道的 如果你還要picture 在思考上次 你便沒有真正的了解 心態的 那真的很難 那很難啊 你突然就沒有 你突然無所思從 這不是你會有 整個科學界面臨的問題 不過如果你focus在數學上的話 這其實大不了什麼問題 那實際上呢 這個數學呢 很快就是怎麼樣 出解他就出來了 那麼 這個 Hibbert 當時跟 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finish is too hard finish 那他跟coran一起寫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很有名 就是 這是 滋一點 我從你的 對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跟量子力學有這段時間可以用 Polume 最初的出名是當時第一個發明電腦的理由 在電腦他沒有真的被做出來的事情 他已經有這個concent,how to use canvure OK 但是絕對是一個經驗的事 如果他聰明很長 我就失敗了或是 那麼呢 Polume 是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有太多 那他當初在整個課程 他在聽完Anthor Financial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寫 發展出這一套 唐爾是寫這本學吧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of Contemporary 我相信我們是 我們在學校的課程 那他弄到的數學叫做operative theory 那以前 我現在在台灣就不這麼做了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呢 我們的那個大學2年級有應用數學1跟2 用的是阿福克 那大學3年級的時候應用數學有3跟4 那不是在做物理性加的 那就把去數學系導師加 所以用的這關鍵是數學士的語言 數學系 那當然你如果不想修應用數學3 應用數學10 好不好 你可以選擇修高檔格的機會 結論其實差不多 那這個 現在聽說台灣大概沒有令學校這麼做 有一定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這個很蠢 這是文化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物理學家 你覺得你不會像數學家那麼嚴謹 但是你會發現 你知道數學家怎麼嚴謹的推論 對你其實不會是 滅亡 不過當然啦 這個你知道這聯邦的教育教育 也不講究什麼教育 找到好用就好了 學生不要抱怨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走這方向 所以當然 這種東西都沒有要準備 就準備拿掉 甚至更早之前 以前大學也是要寫入文的 學士入文 不過真的在我一大學的時候 就會廢掉 也就是說大學教育慢慢在改變中 我覺得知道有些大學教育可能被人硬教育 至於有沒有必要的 所以這個時候 官方非夜市剛好 因為他這個人被當作是 是不是這樣 他的數學技術會不會讓你穩固 但是物理並不是說 你數學技術穩固的OK 所以後面我們就會講到說 怎麼去理解這個 觀衆的Panelix 以及他帶來的很多puzzle 就是下一節 那種 就是下一節 Bowley跟Polume之間的交過手 這個是 Heisenberg的口述 他口述裡面抓很多東西 他說呢 這個是Heisenberg在回憶 他說Bowley跟Polume 其實兩個都蠻早過手的 那麼他們呢 他說這個Bowley跟Polume曾經有一次在聊天 那麼就是在聊 Polume itself是 Some of you 他就說他 Not interested in proof 他對證明這個東西 應該什麼 Polume 當然是一個數學家 他是非常非常對嚴格的證明 非常有興趣 所以有一次Polume 就跟Polume講說 I can prove this at least 具體內容 還是法律 Polume說 Well if a blue was involved in physics You could be a great physicist 那這個當然的話 很密 意思就是 當然物理 重點不是 prove 那實際上的確物理的難處就在於說 就算在數學上看起來很清晰明擺的東西 怎麼去理解他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之前也有一個例子嘛 那羅倫斯的傳統 Mission 對不對 大數學家彭嘎勒 這個能力指出啊 這是一個group啊 怎麼樣怎麼樣啊 你還是沒有辦法了解 這個定義官司 你這個問題要留到愛吃膽造 怎麼樣的 在Quantan McGillicent的理解 雖然是medically 你知道 how to do it It's not finished yet How to understand it In terms of physics 當然你說我今天都沒有心理圖像啊 沒有心理圖像 你還是有一個precution啊 所以我後面這一節就來講這個東西 那麼再講到這個東西之前 當然順便要附加了就是 之前幾項目 自選 對不對 那自選怎麼放進去呢 這是861927年的時候 那很快就把它放進去 很快就把它放進去 很簡單吧 這兩個字 我就說對不對 那不管 你可以把它說 它就寫出來的時候 會發力矩陣 那你就可以發力矩陣的話 有一個特定的性質 它是怎麼樣 欸它是什麼學 對不對 欸它Compute 它是什麼 不是 那個 你剛才就說的 你用這個矩陣 你就很容易寫出來 你就說 我兩個speed的話 那就兩個微方訓 對不對 那我把那個推定 就一根群寫下來 就是這樣 這兩個看起來 怎麼樣 這兩個component 那這兩個component 有沒有連接在一起 有吧 你這邊的話呢 就寫的是Sigma.Dot 這個我覺得很平方 為什麼 因為你用 看得到 Sigma.S Sigma.Y 這個Sigma.Y.S 它層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是 你層開來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有一下 對不對 Sigma.B 其他這個部分的話 上面的component 跟上面有 下面的component跟下面有 如果沒有磁場的話 Sigma.Dot跟Sigma.Dot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如果有磁場的話 是一個把它弄成B的 那就有可能 如果B是在B方向的話 那當然還是沒有影響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有X或Y方向的話 你層開來的時候 那這兩個 Sigma.Dot跟Sigma.Dot 就有可能會很強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不奇怪 因為Sigma.Dot 是什麼 磁頭的磁場的話 你磁場 如果不是沿著這個 Z軸這樣的話 那這邊是 Sigma.Dot 就是在Z軸 Up Dot 那如果你有X或Y的磁場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把這兩個 兩個component就直接 在一起 好 那麼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後面就 我們就回頭去看之前的問題 有了這個 放那麼Keyneson之後 Killing Killing the Spectrum 就可以很容易被解釋了 OK 所以你看吧 你把喊名字都可以寫出來 兩個電子 很簡單吧 兩個電子的動能 加上 兩個電子的 Kroom Potential 因為你的什麼 怕油脂頭是肚皮疹 對不對 加上 重點是加上 兩個電子之間的什麼 相似的 Potential 那 原則上你把它解出來就好啦 解決一次你這樣沒有辦法解 你這樣沒有辦法解 你這樣沒有辦法解 所以你必須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怎麼辦 那你可以發現呢 這是一些 量子力學早期的一些做法 你看起來 那我先不要管它 去剪它好不好 那是不是這個系統 能量直接就 這兩個就獨立了嘛 把它加起來 再加起來 好 那加起來之後呢 你怎麼樣 你去算這個 你把這個當作 你把這個當作的 這個當作的 你去算它的期望值 Potential的期望值 那你把這個東西加上去 你就得到這個答案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類似的方法呢 Force Electron 你就可以等到 它是這個樣子 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 實際上這才 沒有那麼難 為什麼沒那麼簡單呢 因為你注意到 我這邊的話 就假設說 這兩個電子都是在 我這邊如果要算 HIGH原子的基態 就是最 能量最低的那個基態 它這樣就轉 對不對 這事實上呢 GO 問題做在哪裡 問題做在spin上面 電子有spin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講過 你這個v function 現在有v function 對不對 你換個表現什麼 沒有v function 有v function 只有spin跟space 兩個部分 所以 你就可以把他印象說 這個呢 你spin 兩個弱是平行的時候呢 兩個弱是平行的話 那spin的部分 是對稱的 那你 包一步槍的原理告訴你 你把1跟2的部分的話 要有一個錯話 所以這邊就變成 那如果你的spin是singulate的時候 它是對稱的 那你space就變成是 那如果是反對稱的話 這邊就變成是對稱 對不對 所以就跟大家說 如果我spin 兩個是反平行跟平行的時候 怎麼樣 如果它是tribulate還是singulate的時候 它的方部會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讓方部線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微方群的形式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怎麼樣 singulate 就space 如果一個是singulate 一個是singulate 一個是singulate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被叫做spin的 exchange force 也就是說 某種程度讓你把它看作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quantam mechanics才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繼續留在 某種quantam mechanics 某種quantam model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 體力的問題永遠沒辦法解決 如果你是體留在 某種quantam mechanics 那就可以發現說 微方群對稱跟反對稱的時候是很不一樣 微方群如果你看它是對稱的時候 它會反對稱 如果是反對稱的時候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算 那你現在你主要算的東西是算什麼 你看 你需要算這個東西 你把它當作為法 好不好 這個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這當然你就會發現說 那這個square 這個probability 是square位方群的話 那你就可能會去看得出來 在NiS6的時候 在原體的地方一定是怎麼樣 是0 對不對 那麼 probability for small separation of the true electron of the signal small alt the space simatric 跟espace 都會放出去 對不對 好 所以R1 如果跟R1 越接近的話 它大概怎麼樣 你這個就會變得相當大的 對不對 你這個情況就會變大 但是這個就會變得很小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生 那麼 那因為這個 ok 就你 特别的发现 next 就你跟刚才说 ua 跟 us 就是国分开 国分开 这其实解释的还很长 注意到说 因为你这边你要出力的这些 这些 好万其他 这些 就你弄 where 关心的关系 对 所以呢 这个东西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想要 去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想要用 megmedicum的 两个带 home 但是那很明显是太小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必须把 spin spin spin进来 不只是spin进来 是把 single chain 考虑进来 才有办法正确地得到 healing spintual quantum mechanics 就可以给你很漂亮的解释 所以这个是 到了19 28 27年左右 整个欧洲的量子物理的板 就完全扩大 对不对 这个绿色的部分是老一辈的 对不对 是出生的时间 诺贝尔奖的时间 出生的时间 诺贝尔奖的时间 然后呢 红色的部分是怎么样 心血 Cala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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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ling 本来在汉皇 后来刚一TH Dirac 一直在Cambridge EAE 在巴黎 Chenning Fermin Fermin 后面会提到 Heisen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整个这个 新的 物理的发展 老一辈的 新一辈的 然后我们这样一起喝 可以说是一起洗手 打造出来 新的 物理的板 接下来就是 后面这边就是要去讲 被 你就是这个波 跟 艾斯坦 那我们就在下艾斯坦 好 就在这边上合成 有没有没有点到名的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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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点名 也要炒掉